周王殿下 四肢鼠做事一向脱淌 没想到副四肢来了之后 风气大有改观 本宫要的莲花屏风这么快就绣好了 来 揭开 让本宫看看副四肢的手艺 是 怎么只有黑白二色 难道你们四肢鼠就没有五彩丝和金银线吗 还是 你觉得本宫配不上那些贵重的物料 请严妃息怒 下官用黑白二色 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凸显出严妃高贵的气质 牡丹是百花之王 惊艳贵气 所以要用五彩丝和金银线来衬突 而荷花是出于泥而不染 傲然于世 又有什么能比白色更加显现出她的高洁呢 能跟白色相衬的又只有黑色 下官也是再三斟酌 最终才斗胆用了黑白二色 绣出了严妃最爱的荷花 你听听 你还真是下了凡功夫呢 也罢 既然有皇后五彩绚丽的牡丹盛开在先 本宫的莲花 不妨独处一余 素雅清静些 谢言非体谅 只是 本宫要的是莲花 你为何一直口口声声地 说是荷花呢 莲花荷花是同一种花 只不过 它们的名字叫法不同而已 不过下官认为 荷花的叫法比莲花更加好 为何 下官在老家的时候 常见老人们 在祖辞里面放一些荷花 他们说 荷花就是荷儿不同 和和睦睦 一家人只有和睦了 家宅才能够兴旺 荷儿不同 和和睦睦 是 本宫明白了 你做得很好 谢言非夸奖 如果没有别的吩咐 下官先告退了 等等 周王有何吩咐 这荷花绣得 精致 本王这样的心情 想让傅司制 给本王做一个香囊 周王想要什么样的图言 既然傅司制这么有想法 那你就帮本王想吧 遵命 和尔不同 和和睦睦 是 他还对颜非说 一家人只有和睦 家宅才会兴旺 果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呢 我会想让傅司制作词 我还对你 想让傅司制作词 我还对你 我发现 你